崇尔念仲还是崇 崇尔念崇 晋文公 姬姓晋士 名崇尔 是中国春秋时期 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 晋文公文之武功卓著 是春秋武霸中第二位霸主 也是上古武霸之一 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晋文公初为公子 谦虚而好学 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 离姬之乱时 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 前636年 春在秦穆宫的支持下回晋 杀尽怀宫而立 晋文公在位期间 振用胡衍 赵衰 贾驼等人 实行通商宽农 明贤良 赏功劳等政策 做三军六卿 使晋国国力大增 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法曹宫位 就宋福正 平定周世子代之乱 受到周天子赏赐 公元前632年 在城福之战以少胜多 大败储君 并召集齐 宋等国于建土会盟 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